快速製造大量生產 隨著科技產業急劇發展 電子產品充斥市面 帶來的效應 全球IT產業用電量 從2012年的12% 算升到去年20% 整體碳排放量超過1,1噸 整個電子產品它的碳足跡 主要有超過7成 是來自生產製造的過程 比較遺憾的是說 大部分的生產地 也都坐落在亞洲國家 比方說三星 它有最大的生產地在韓國 韓國仍然是以燃煤發電為主 智慧手機 人手不止一機 心機推陳初心 兩大知名手機品牌 三星和蘋果 全球市占率逼近4成 使用再生能源幣 卻出現龐大落差 連帶嚴重影響空氣污染 跟台灣很寧靜的地方 有三星的製造地 它們都是以燃煤發電為主 這些空氣污染 對台灣來說也不能 我們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影響 那台灣也是 三星在台灣的市占率 也是第一名 推動電子業能源轉型 減緩氣候暖化 綠色和平包括德國和韓國 發起串連行動 大約新聞消息姐 吳博勳 台北報導